林森潛櫃的電梯工程大火造成了無死 那也燒出了許多對於消防的安全疑慮 根據消防員表示 林森潛櫃內的排煙灑水 消防簡報助警器廣播系統 五大設備通通關了 長期和KTV業者合作的消防設備業者說 都是因為避免驚動客人影響到生意 消防設備業者透露 KTV自動灑水設備通常都只有一個主罰 萬一關掉了整層樓自動灑水設備 形同虛設 其實可以加裝水罰 施工時只要關掉部分 其他可以保持運作 但加裝一個水罰就要8000元以上 再加上維護的成本 有多少業者願意負擔 這些店家每半年都必須要消防檢查一次 有的不肖業者就在檢查過後把警報關掉 避免有客人在包廂抽煙 誤觸警報灑水 另外消防設備業者也提到 灑水系統分為主機以及管線 消防檢查只看主機是否正常運轉 管線內到底有沒有水根本檢查不出來 這場潛規大火奪走了五條人命 也燒穿了掩蓋重重消防漏洞的遮羞布 公安意外不斷發生 消防安全什麼時候才能夠受到重視 記者彭世民王愛超張志凱 台中苗栗報導